今天來介紹我們用MOTODUNO跟這個至高的電磁模組來做一個電磁鐵吊車 那各位這邊看到其實是一顆電磁鐵在至高的套件裡頭 但是這個電是由我們的ADUNO來控制 那這邊呢有用藍牙的方式用到手機的平板的部分來控制 我們來直接來使用 我們這些呢讓它下降 下降之後呢這位置調一下好了 這邊呢可以負責控制這個計電器 你聽到一個聲音 其實那個輝文針就被吸起來了 好在我們自然科裡頭啊 高年級的自然科裡頭就有用到做到這個電磁鐵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延伸的一個應用 好東西就下來了 可能會有一些殘餘的一些磁力 那這個 資源回收廠裡頭啊在菜那個 廢的汽車啊廢金屬啊 其實就會用到這種電磁鐵吊車來用 這是一個生活上的一個應用 好到這裡 好到這裡 好到這裡